你见过历史上真实的张学良吗? 画面中手拿网球拍,正在打网球的人便是少帅张学良的真实影像。 视频拍摄于1932年的北京。 画面中出现的这位女子是于凤智,她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,1916年同张学良结成夫妻。 西安事变后,为保释张学良而四处奔波,陪同张学良一起被软禁,1940年患病前往美国治疗,此后一直生活在美国。 视频中最右侧出现的人则是赵依迪,她是张学良的红粉之脊,比张学良小11岁,而于凤智比张学良大3岁,所以画面中的赵依迪看上去年轻许多。 1946年,张学良被软禁到台湾,赵依迪时刻相随,在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涯中,赵依迪一直陪在张学良身边,两人相依为命。 接下来的这段视频是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的真实影像。 画面中的张学良幽默至极,甚至把主持人都给逗笑了。 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呢,有的有后能勺子,那时候中国人呢,因为苏小便,为苏小便,他都把这个后能勺子弄别了。 可是东北人没,后能勺子是护照,抹了抹的是免票,到哪儿去人家说你票,抹了个抹子,抹了个抹子。 我跟您说这个笑话,我那大儿子,我父亲大叔他最喜欢他,他跟他爷爷开玩笑,我那大儿子不大,我那大儿子很好玩。 ,那小子进关了。 招起来的军官讲话。 我爸爸就骂他,说你咱们到这里城里就骂人家,你骂了八糟,你骂了八糟,你骂了八糟,我把你骂了八糟都抢别了。 他就,完了,他爷爷说完话,他就跟他爷爷说,他爷爷,你骂人家,你骂了八糟,我跟你接下来,你骂了八糟,骂了八糟,就骂了八糟,就骂了八糟。 你说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我跟你都记得 跟他演义 说我这个说 倒气 跟他演义 他演义